欢迎收看猛野星极限生存第23期 这一期就要把上期抓到的两只野人给放出来了 让他们帮我们种地 在此之前先来地下矿洞看一下 阿黎说这里的岩浆就快用完了 我来看看 我记得有很多的呀 啊 你跟我说这快用完了 这岩浆盒一眼都忘不到头呢 这些岩浆估计够我们用一辈子了 这呢就要快用完了 又做了六个新的太和金筒 来装岩浆 这样一次可以多装一点 新的氧气铁链装置也放好了 这下有了氧气 做物就可以生长了 然后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农夫旗帜为什么放不下呢 连哪里都没有反应 看来太空是不能放这个东西的吧 不管了 先把野人放出来吧 没有农夫旗帜应该也会干活 阿黎续了这个红头发的叫老四 我的这个爆炸头叫苗苗 把床给他们放出来 倒头就睡 睡吧 等他们睡醒之后把工具给他 这个耙子 哎 他怎么不要呀 啊 我知道了 我们训错野人了 农夫应该是训野人猎手才对 我记得是头上有小草帽子的那个 哎 真忙活了半天 野人都训错了 真老尴尬了 那他们俩在这干啥 职业不对呀 同志们 我这算不算是上了阿黎的大当了 就这一波给我整的思路全无了 来明兰星沙漠里挖一点沙子 我们打算做点玻璃把农场封起来 免得野人到处乱跑 玩意上的怪也比较多 正好再训两只野人猎手 能喝这不就有了吗 不过我这个强控阵啊 有一点非常不舒服 那就是两个氧气提炼装置 都有重叠的部分 看起来特别的不好看 所以我决定还是先盖房子吧 而且旁边的那个牛圈整天潮死了 我要再好好的规划一下 谢谢 谢谢